早上的10點33分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舉行了鐵道馬拉松的記者會 它賺了90億 鐵道馬拉松 鐵道馬拉松 但是我們還有10點 我們希望海天更快 它會多賺了100億 當然能不能把這些事情做到的 這些貴賓都已經來了 大家也不用擔心 全球海建的鐵道馬拉松競賽 在一開爆就已經回滿了 那4月16號的上午7點會正式開爆 它其中會在古丹 四列十 四個車站 十七號 開爆 讓我們有能民屬光 還可以看台灣的影響燈塔 還有到極東的車站 還有我們新北市最棒的空氣品質區 雙溪共有 還有大家不太知道的密技小站古丹 當然還有一個叫做 古道的古鐵道的隧道 那這個活動呢 總共分成七列圖跟雙人組 那為什麼會這樣開呢 其實會讓 是希望讓大家 每個跑友的需求不一樣 有人喜歡跑長距離 有人喜歡跑短距離 有人喜歡跑短距離 所以它最長四四公路 最短三公路 那你可以朋友 就朋友一起來推廣旅遊 那今天我們大家現在看到 在你的左手邊 有黃金列車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的貴賓 當然也是黃金正龍 各位不要仔細聽 因為平常沒什麼機會知道 他們到底做了多少貢獻 我們一一等下會來介紹 當然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到場的部分 我們先介紹我們新北市的 光光流行 現在介紹貴賓 陳國欽陳局長 我們交通部工具 國際組林坤編一組長 我們交通部台灣體育管局 中青達工部隊長 工達一百投票 日本公路鐵道主持輩色 台北的公司木下理成總經理 當然採訪的時候還是用資訊 還是用資訊 我們東北講 親伊拉的海岸 國際公路管理出的 劉濟科 劉濟科長 我們 鐵道人 交通部台灣體育管理局 金融企圖站 劉彥鴻 劉站長 還有我們 四個票證的夥伴 劉優卡公司的 王佳麟楊協理 艾金卡 I-Case 黃玉倫經理 HappyCase 有錢卡 謝沛珍 副手紅 當然我們 喜好點的 佛羅大飯店 佛羅的李威依理 協理 我們今天是提供 歡迎我們相當 普及頻道 旺旺集團 我們的黃世偉經理 以及收穗新周經理 好的 2015 我們 結合了各大會的努力 讓西北市以四千五百一十萬 首度超越台北市 成為台灣冠軍 新北市 新北市在2015年 達成這個目標 當然 他應該還是會繼續努力 破四千萬帥 而且 讓平西北登 變國際 讓我們這年的 夜代城變巨大 兩千四百萬 讓周邊創造了 三十四億的商機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把漢堂被關過 海濟依然在獨立 我們請主辦單位代表 新北市的觀光局局長 上台支持 我們第一個 黃金正宏 現在是新北市觀光局局長 陳國欣局長支持 我們非常謝謝 今年有這個機會 有我們江湖部觀光局長官 臺灣鐵游局長官 還有東風鐵游的共同參與 我覺得非常的難得 這個大概是 我們看應該 不會是空前啦 那也不會是絕後 但是我覺得非常難得的是 超過觀光局 臺灣鐵游局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 還有東風鐵游 還有四家 臺灣四大票選的公司 基本上是八方名極 八方好漢來自這個地 共同促成了一個 這次的鐵游 還有鐵游的跑步 還有旅遊的光光 共同的盛世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 特別是今年 好像是我開鐵的一百三十週年 東風鐵游的一百二十週年 我覺得 能夠共同這個機會 在這邊 不單是鐵游光光 鐵游路跑之外 也是見證了 台語光光 鐵游光光 共同的推廣 共同見證的歷史 那我們這次也非常感謝 這四家票選公司 能夠共同來贊助 成就這個路跑 我們希望未來新北市的其他的相關活動 也希望四大票選公司 能夠共同支持我們 需要 也能夠讓台灣的光波 能夠做得更好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都記得 我們今年的提醒天當節 我們是跟日本的交友協會合作 當天 根據很多媒體記者的估計 日本光光客 可能已經超過了當天 在地的台灣人了 那我們現在非常謝謝 去年日本光光客來台灣 將近快兩百萬人 那台灣去日本是 將近四百萬人 我們希望咱今年 能夠有更多的日本光光客 能夠來到台灣 當然我們更要感謝 這個交部光光局 還有台灣體育局的大陸的支持 環球郵報和記者 嚴格隆在新北市的採訪報導 我們這八方能夠再入雲集